各位路人嘉乙丙丁,大家好 這集我們要來談土壤的乾土、銅體、飽和和進水單位種 那上一集我們已經講到土壤裡面的水其實無時不刻都在發生改變嘛 那其實這個就代表它的單位種也是一樣無時不刻都在改變 那你會問說,老師那總是有一個最大案最小 沒有錯 基本上你在一般的工地現場取回來的土壤是屬於中間這一種 也就是裡面的會有一點水 這時候的單位種我們就稱作同體單位種 那這個水有可能完全被蒸發掉 譬如乾旱的時候,那就叫做乾土單位種 那當然也有可能下過雨之後裡面的孔隙充滿了水 那個之後就叫做飽和單位種 好,那我們現在來介紹要怎麼計算它 首先,同體單位種就是工程師剛從工地拿回來的土壤 單位種就是總種除上總體積嘛 然後接下來如果水分全部散失的話 那裡面的重量就只剩下Ws 所以這時候乾土單位種就定義為Ws除以V 那今天如果說水充滿了孔隙變成叫做飽和單位種 那我們就可以想像這個孔隙裡面充滿的水的重量要怎麼算 我們知道這個孔隙裡面的體積寫作VA 那孔隙裡面充滿了水的重量呢 就是VA乘上γw 這個是有關密度式告訴我們的嘛 那水飽和單位種就是W加上γw乘上VA 再除上總體積 那除了常見的這三種單位種以外呢 它有一個很有趣的叫做進水單位種 它的符號是γSUB 那這邊要先幫大家複習一下國中的理化 有一個方塊重量是W 它丟到水裡面呢 重量會變成多少 我們可以知道它在水中呢 除了自己的重量以外 還會有水給它的浮力 這個浮力就是這個方塊排出的水的重量 所以呢 這個浮力就等於這個方塊的體積再乘上水的密度 也就是說它最後的重量呢 就是它原先的重量在扣掉浮力 就變成這個柿子 那今天在地下水層以下的土壤 會受到一定的浮力 就類似這個道理一樣 所以今天進水單位種呢 就是說 重量要再減掉水給它的浮力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拿飽和單位重的這個重量呢 再扣掉這個水給它的浮力 成為這個浸水土壤它本身的總重 進而去列出了這個柿子 然後我們再用數學把它切成這樣子 就會發現其實前式就是飽和單位重 那後式呢 這個上下V消掉以後就剩下γw 所以其實進水單位重就等於 飽和單位重扣掉水的密度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掰掰